我在五线城市花120块钱开的民宿 我感觉我被骗了 这是我订的房间 图片上是这样显示的 45个平方 我看的平方 我看的条件觉得还行 就给它订下来了 120块钱 实际是这样子的 第一我是被照片给骗了 因为在网上 那个照片很大气的 很干净的 看起来都精壮修 而且是欧式的那种风格 但是一进来 真是照片 房东的人也不咋地 很刁的 因为我今天从长春往这边走 下午都在路上 在高铁上 我知道我到这边会很晚了 所以提前在高铁的时候 我就办理入住 办入住的时候 让我交200块钱押金 这话可不是那么说的 因为我是常年在外跑的 正常民宿的客服 或者民宿的老板都不会那样说话 还非常的生硬 就是那种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还有什么 反正当时在高铁的那个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个人不行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房间也不行 我们出门在外 难免会吃亏上当受骗 偶尔会发生的 那我没想到 在这个五线城市花了120块钱 整乍破房间 洗手间我都不敢上 就那马桶盖 我就感觉他不打卫生 我真没上 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在外面借用的洗手间 现在你看我就坐在床边 你其他地方让我坐不敢坐 我嫌脏 他那种章不是像你在家里面那种灰尘的章 它是常年累月的 那些摆设品 你都不知道它从哪弄过来的 它破烂的东西 就这沙发 你扔在外面垃圾的地方堆那没人捡 就是咱在别的地方 从垃圾堆里面捡的沙发都比这强 脏不敢坐 东西都不敢往那放 包放那都怕弄脏 你要是浮灰是小事 你这个沙发还臭和的话 有灰咱插一下也行 是咸鸭的吗 这东西 还没吃过呢 咸鸭的 饿了 两个安全带 一个豆腐泡 一进这个房间就恶心 我回来了 一进来就给我死味道 真不知道什么味道 我的天 熏了脑袋都疼了 我的妈呀 咬了命的 花钱买醉肉 打开吧 好好透透气 熏了脑袋疼 不知道什么味道 这还想吐 我真不是一个计较的人 而且我真的 我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 这实在是让我过意不去了 太坑了 这床单换了还行 要不都没办法睡 朋友们 你看他是像新换的吗 应该是吧 有折痕 忍忍吧 咋整了 主要是空气不好 脑袋疼熏的 不知道啥味 想吐 我刚吃完饭 在那儿土豆粉都不够吃 回来就想吐了 连个拖鞋都没有 还好 这不是收费的吧 这个房东可黑 从说话那儿就听得出来 你看全是收费在这儿摆的 换上吧 应该不收费 一次性浴巾 还行 看这儿在这儿呢 这单子 矿泉水三元 百岁山五元 扑克 还有麦芽 还有丝袜 真浮的 他这儿没有纸 这个纸是我从餐厅花一块钱买的 带回来 刚刚吃土豆粉的时候 啥啥都要钱 太没人性了 手机充电 幸好这个房间通电 充电了 朋友们这个民宿多恶心 这空调 遥控器都把电磁给你抠掉了 不让你用 在机器这个地方 这个季节晚上还是挺冷的 这个窗子如果不开的话 里面都没办法呼吸 也不知道这房间怎么回事 这么难闻的味道 你开窗子天冷 你想开个空调暖和暖和 你看 显平都没有 多啃 我第一次想投诉他 就不投诉我想给他差平 这是我在外面买的水 没有免费的水 你看看 朋友们 就是咱们在别的地方 别说上海了 在任何地方 你在外面垃圾水里面捡的东西 都比较强 你看 我都不敢碰 我没解屁 我也不侥幸 但我实在受不了 你敢往上坐吗 你们 你敢往那靠吗 墙壁上那画哪去了 墙壁斑斑勃勃的 这在泼头有仪 他能看个啥 那灯 我跟你说 朋友们 你看就是坏了多少年的 就可以扔垃圾扔去那种 这气不打一处来 这钱花的 太冤枉了 我刚刚用我那个纸 把衣服架子给插了 我才把衣服敢挂在那 我衣服没地方放呢 你让我放沙发我不敢 放那椅子上也不敢 太脏了 这桌子 就跟外面 剪的废桌子一样了 家里条件好的 或一般条件的家庭 桌子不想用了 挨事就扔了 去剪一个就行了 就往这一放 你就可以开屏树了 这花你放的干啥 多买的 假的 假的都这么脏 我睡觉了 我是穿着裤子 拍不到我自己 穿着衣服睡了 重点是 我那一躺腿一身 老嘞 床不够长 这床也不是一米八成两米的 脚伸去了 才有点漏风 一会儿就退房 避免房东额咱们 咱们留个证据 这个床昨天晚上就睡到这 不够长 脚都在外面 估计 多长的床 一米八应该是不是 有没有 我不清楚 我枕着枕头 脚在外面 不可能头顶贴在床头了 咱被子上干干净净的 也就是没有任何污染 你看这被子全裹在这 这边动都没动 除了这也没啥 对 还有这个 他花钱的东西一定没动 咱得留个记号 因为 我感觉得到这房东不是这么好饼 行了 也就这两个地方 洗手间都没用 没用洗澡 200块钱押金在哪 哪都没用 等他把押金退了 立马给他评价 看着沙发真糊了 涂披的 我可以 给并我 我可以 保证